主持軍要歡迎 他也是TS 大家好 我是陳科系大專的陸子軍 我也是TS一長 然後剛才看到大家就是 因為這一堂課 然後開始不用環保快 開始不用衛生快 我就會覺得很感動 因為我對環境局比較名牌這樣 然後就是希望大家印報告的時候 也可以用二手指來印 就是一面是 一面空白的那一種詞 有沒有加分我不知道 好 然後就是 就看到大家就是 這堂課中後我就覺得很開心 就是大家的努力都 就這樣 那就是除了課程裡面的一些事情 就是剛才你講過以外 或有一些其他的話 就是在我這堂課裡面看到的 然後想要跟同學們來討論 這樣子 那就是 我們這十幾獎的獎者啊 就是不管都是校長 或是總事 或是中年研究員 那不管他是他的頭銜 或是指揮是什麼 他們都是不過 離我們長 可能還有就是 離我們多往半世紀的這種 就是比較年長的獎者 那就是他們在 跟講他們人生經濟的時候 我覺得有些同學就只是 有些啊 就是只是一昧的質疑說 為什麼一定要把他的想法推上信仰 那我覺得就是這種反思是好的 因為就是議員的觀點 反而就應該要被質疑 可是如果實際講的講者 都同時有提到這個觀點 那是不是有另外一種反思就是說 這個東西其實真的是一個很重要的部分 所以我覺得就是 那些同學他們的質疑是好的 但是會不會因為 就是這種質疑 然後我去了其他部分 就是他在演講中 有收穫有意義的東西 那我覺得這樣非常可惜 而且也扭曲我們剛開始安排的好意這樣 那就是 就是希望大家就是在這個方面 就是可以有更深的思考 然後就是聽聽不同的想法這樣 那希望大家都能在追尋自己 核心價值的時候 得過程的確定這樣 謝謝大家 牧師老師 各位好 大家好 我也是TLA 然後我叫葉翰 然後是續產期四年期 然後今天也是我最後一堂大學部的戰略 那這邊就是有幾件事來跟大家分享 就是我也是 就是也是托大家的 我才在這個就是TA這個位置幫大家 其實我在擔任TA的時候 其實學到我很多 我以前大學部的時候沒有學到什麼事情 所以在這邊簡單的講一句話 就是鼓勵大家去爭取不同的位置 然後這樣就有不同的感受 這樣被 就是對一個人的成長是非常有幫助 舉個例子來說好了 就是在我改其中作業的時候啊 就是我有發現語樂同學他也是從網路擔落下來的 然後這個時候我就想起我以前修酒跟通識 就是我也是用一樣的方法 然後那個時候我就 因為是我們幫大家 就是有參與評分標準的部分 然後我們就點那個同學沒有可能到達 可是我卻想起來那個時候 我那個通識的副教竟然就是 他發現我是抄襲 可是他居然還給我60分 所以我就很難過兩天你知道 我就很愧疚 所以有時候 有時候我們就是沒有站在這個位置的時候 我們並不會這樣去想 就是不管大家是打工也要好 還是還是玩社團啊 參加戲學會什麼都好 我覺得課業在忙在什麼忙 都會有時間去做一些事情 然後就是都鼓勵大家要去多多參與 就是西藏國外的活動這樣 你讓我去看太遠 然後啊 我覺得就是這一門真的是 我覺得他並不是只是一門通識 可是他是這個活在你我的生活 還有生命之中的 所以我相信大家已經都會有 多少都會有錢收過 就是很多人我覺得 或許你是需要時間去沉澱 去慢慢去想 其實我覺得 就是鼓勵大家就是在今天結束之後啊 還是不可以去回想 到底這學期就是聽到什麼 聽到什麼好想法啊 還是說 就是大家要試著去回想 然後試著去讓自己沉澱 其實這樣得到的時候會更大這樣 還有就是 因為我們每周都會收問卷嘛 然後做卷上有一些 同學有一些回應其實寫得還蠻重的 對 然後在這裡我想要分享 我自己的個人一些意見 就是關於信仰方面 就是陳正玉老師說過 其實沒有信仰的人 就是沒有信仰這種 這種也可以算是一種信仰啊 對 可是我還是鼓勵大家就是 就算是身為一個沒有信仰的人 可是也就是活在一個有信仰的社會 就是不管是走到身邊的人啊 也好 都會多少都會有信仰 所以我會覺得 某催同學可以不用那麼偏激 要多點包容器這樣子 我覺得這樣真的是很 很不好這樣子 然後啊 因為今天是算最頭的場課 所以有問題啊 不管是什麼大小瑣碎的事情 大家都可以提出來 因為其實很多問題都在前面 如果過了這個機會的話 就沒辦法知道要緊張 所以歡迎大家提供一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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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 你燕翰喔 這個 我上次已經認識到 給他取了個外套叫 好人燕翰 他覺得不做上天害你的社會 大家好 我是公社系自年級的王祖安同學 然後我覺得我這學 這大肆這一年我覺得修了很多 就是我終於感受到東海就是 就是在人文思想還有就是 課程上有些老師真的不錯的地方 我先跟大家分享幾堂 我覺得還不錯的通識課這樣 就希望大家可以去上 然後我覺得就是你會得到很多 就是你會感受到很多老師的熱情 然後有就是 雖然我沒有修過陳妍愛老師的課 但是我覺得陳妍愛老師在講話的 就是聽他在講話的 我覺得他思緒很清楚 然後又很有內容這樣 然後我就會覺得說 這是一位好老師 然後另外一個是 日本文化概論的陳永峰老師 他是就是 我覺得你都可以去修學他課 他是一個非常豐盛的老師 然後他也可以給你很多 就是雖然在上日本文化概論 但是他卻可以引發你對這個 不管是就是從日本國家 然後再去感受到你自己台灣社會的人的 一些文化現象 還有一些人的特質 然後你就會可以去擴展到 你想不同地域性的人的 他們的想法是怎麼樣 然後另外一個是我們自己系上的課 但是我不知道你們可不可以修 就是李傑欣 我不知道海海會不會開 就是李傑欣老師的設計市場策略 雖然是在講就是設計 但是其實我們這學期在做的 就是在同一個課題上 從不同家的公司 還有從就是公司的行銷手法上 去一直深入的探討 我們這學期才做兩個課題 但是我們卻就是不斷的在 從跟同學的討論之中 得到很多深入的想法 我覺得就是這場 就是我覺得課程最重要的地方 就是跟大家的討論 雖然我覺得有時候是很難做到 因為要把大家聚起來 或是說要引發人家講話 就是有的人會覺得很羞 還有什麼的 但是我覺得就是在不斷的 就是我跟我小組員不斷的刺激 然後不斷的探路之後 我覺得我們得到了很多想法 然後我覺得這是很寶貴的 然後另外一個是我覺得這個課程 就是我覺得很不錯 是每次都會有不同的主題這樣子 但是我覺得說就這樣對每次不同的主題 我在想是不是可以說會後 就是每次每一講會後 都可以有一個去自發性的 就是誒好像這一次可能說環保 然後我可能就是某一些人 就是特別對這些有興趣 那我們就是這些人可以去找TA 或老師說我覺得這裡有興趣 那我們自己可不會組成一個小組 那這樣子我們這個小組內 因為是自發性說 就其他同學就不會有壓力 然後你自己也因為你自己的興趣 而可以促使你怎麼樣 然後我覺得就是因為我就是在想法過程中 那iling有機會 我們要增揚一下 但是我們要看電腦 你的燈獄